假设A向量是2E,B向量是1M,如果A向量和B向量是平行的,是求M的值为多少? 好,那在这边呢,我们知道说A向量和B向量是平行的,那么代表它的夹角可能是0度或者是180度。 好,所以0度和180度的时候呢,它们是呈现同方向的,所以这两个向量就只有倍数的差别,所以我们可以说B向量是A向量的T倍。 好,那T倍的话呢,我们要化减它的计算,我们就会用比例的方式。 好,那因为T倍,所以X的倍数会等于Y的倍数,所以我们呢,就可以用比例来看。 好,我们来看X分量2,比上X分量1,会等于Y的分量1,比上M,交叉相乘2M等于1,所以M的话呢,就等于2分之1。